娘娘是新厚 可这易昆宫是旧殿 亦为辅佐之役 只辅佐中宫昆宁 如今您都是中宫之主了 怎么还住这辅佐之殿呢 家瓶身在平位 却有胸怀六宫之心啊 皇后便是皇后 是名正言顺的六宫之主 不管住在哪里 都是皇上的正气 虽说都是正气 但这序曲与嫡妻总是不一样的 对了 淳贵妃 你是汉君旗出身 你自然记得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 是叫序贤 还是田房来着 家瓶这话实在是太刻薄了 刻薄归刻薄 说的却是真话 家瓶说得是真话 本宫确为季后 只是家瓶也须明白 无论是你说的续贤还是田房 如今是谁坐在后卫上 才是最要紧的 家瓶未曾坐过后卫 想来也是不大会明白的 这么着 爸 本宫昨日丰厚大喜 今儿也高兴 既然家瓶如此在意名分 本宫就负你贵妃之位 不是皇上的意思 后宫真是由本宫做主 家贵妃 还不赶快起身 谢皇后娘娘的恩典 谢过皇后 陈贵妃 你是嫔妃当中资历最深的 从今往后也要助本宫 约束众人 谨记贡贵 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 起来吧 容佩 在 去把本宫赏赐给纯贵妃 和家贵妃的耳赘 呈上来 是 是 左边是纯贵妃的 右边是金医院的 好 皇后娘娘留你在 是为了让你好好看着 纯贵妃为尊 您为先 这副 是皇后娘娘赠予纯贵妃的 这玛瑙鸣珠耳赘 真是华贵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赏赐 这副 这一副 是皇后娘娘赏家贵妃的 这是红玉髓的耳赘 怎么 妈 家贵妃不愿意领受 皇后娘娘的心意吗 皇后娘娘赏赐的耳赘 臣妾即刻便戴上 以表敬重 多谢皇后娘娘 臣妾回去自会戴上 家贵妃若是真有心 此刻戴上便是了 您可别忘了 您这贵妃之位 还是皇后娘娘给您付的呢 孝贤皇后在世时 罪计奢侈 如此华贵的耳赘 臣妾实不敢收 红玉髓不如玛瑙珍贵 那是因为 纯贵妃自立身后 儿女双全 地位 该在家贵妃之善 这也是本宫的不适 以为在宫中近人皆知 所以 没有一早告诉家贵妃 红玉髓和玛瑙的区别 也叫家贵妃觉得 红玉髓是华贵之物 并可用来一步登天 我满满汉女子 哪里会分不清玛瑙和红玉髓呀 就连妹妹出身寒威 也知道这个 我分得清玛瑙和红玉髓 不需要你来提提 王后娘娘的用意 臣妾明白 你明白吗 你明白什么是对错 什么是是非 什么是安分守己吗 本宫赐你这对红玉髓耳锥 就是要时刻提醒你 不要生事惹祸 辜负了本宫的深意 这耳坠穿孔的真身 比寻常的粗了两倍不止 臣妾的耳动太细了 穿不过去 戴耳坠原不用劳碌家贵妃 穿不穿得近是奴婢的本事 肯不肯让奴婢穿 便是家贵妃自己的心意 贵妃复位来之不易 妹妹可别轻易又丢了 仔细你的爪子 小心上了本宫 恰贵妃 您得忍着点 为了记住教训 总得吃些苦头 好 疼死本宫了 你的手爪子是什么做的 手爪子 家贵妃当初 把索西送到慎行司 自己是没做什么 可慎行司那些奴才 不就是家贵妃 您的手爪子吗 您的手爪子 随不随您的心 奴婢不知道 可是现在 奴婢的手爪子 不听奴婢使唤了 非要钻您的耳朵 您说怎么办 皇后 你就看着你的奴才 欺凌臣妾吗 家贵妃 您身为妃嫔 皇后娘娘身为中宫 只能教导 不能责罚 何来欺凌呢 皇后 所见的腿坏了 是慎行司的人 下手太重 皇上也责罚过臣妾了 如今 连皇上都不计较了 您还要怪臣妾吗 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 这是赏赐 不是惩罚 皇后是拿着赏赐之名 来报自己的私仇 家贵妃可别会错了意 臣妾不服 本宫是皇后 坐在了你最想坐的风味上 所以对你赏也是罚 罚也是赏 就像皇上 对御氏逼死发起的 那位王爷 是一样的 就算是王爷做错了 皇上也责罚过了 轮不到后宫夫人来说三道四 皇后娘娘够宽宏大量了 作为嫔妃 说话不用敬语 还穿着正红 冲撞中宫 家贵妃 你再尊贵 再远道而来 你也跟咱们是一样的 都是妾罢了 臣妾也曾听说 这御氏一族遵守如法 妾室就永远都是正式的奴婢 妾室的孩子 也就是正式孩子的奴婢 怎么家贵妃离开了母族 就尊卑不分了呢 本宫只想提醒你 你的一切错处都干系到你 还有你的二位皇子 你仔仔细细地想明白了 家贵妃 您别再挣扎乱动了 否则就是您自己 不小心伤的耳朵 再说了 您规规矩矩一些 奴婢很快就给您戴上了 您也少受些罪 您犹如同وب 您犹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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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买 美女 6 6 7 6 他不知道 这事 他还说 我说 对 泥 哎呀 他说 是不是 呢 他说 他说 之后 你别说 你自己 交什么 是啊 伟儿 中国人 你准备了 是 家贵妃 您的眼泪珠子太珍贵了 要留 别留在奴婢面前 在奴婢心里您的眼泪 和屋檐上滴下的脏水没分别 但您若要把您的泪珠子 甩到皇上跟前去 那奴婢也得当着 各位主的面回清楚了 皇后娘娘给的是赏赐 是奴婢给您戴上的 若是伤着碰着 您尽管冲着奴婢来 奴婢没二话 但您若要把脏水 往皇后娘娘身上泼 那您就歇了这份心吧 满宫的嫔妃主都看着呢 这是您自己愿意承受的 不为别的 只为您自己做过的 那些亏心事 这也是该受着 臣妾等眼见耳闻 绝非皇后娘娘之责 容佩 去把本宫赏给各宫的礼 都拿上来吧 是 诸如忍一忍 奴婢替您摘了他吧 别摘了 主 您今日受委屈 旁人都看笑话呢 奴婢替您摘了他吧 张王白狗 他羞辱我也便罢了 他竟然凭白欧锅地提起王爷 王爷也是他被提的 不成 我要带着这个去见皇上 我绝不允许 他在皇上面前 对王爷说三道主 主 今日皇后娘娘 只是训导你 动手的是戎佩 皇上要怪 也是怪不到 皇后娘娘头上的 我咽不下这口气 主 娘娘 你实在不必为了奴婢 当面惩罚家贵妃的 那时候你从盛行司 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 本宫就说过 不会让你白白地受了这个苦 只是 再怎么惩罚家贵妃 也换不回你那条腿 奴婢一切都好 真的 娘娘不必为奴婢担心 娘娘一路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位置 奴婢只希望娘娘能够平安顺遂 不要因为奴婢而产生什么差池才好 姐姐一步一步从妃妾的位子艰难上来 也是需要宽颜并济 制衡于下的 今日 姐姐安抚了淳贵妃 弹押了家贵妃 让众人知道什么是赏罚 做得也是极对的 再者 如今姐姐贵为皇后是中宫 对着嫔妃 只要有理有据 再怎么教导也不为过 就算家贵妃告到了皇上跟前 皇上也不会说什么的 所以所欣 你不必过于担心 宽颜并济 本宫心里有数的